在七個月的房子關懷古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中部來參加課程 不過來的中部其實從18.5年開始參加課程到現在已經有9年的時間 中部的年紀也是漸漸在來增加 為了要來幫助中部來活動經過 古城也特別來安排課程 希望可以透過訓練來提醒中部在地中生活當中的歡迎速度和快樂 讓他們可以保持身體健康 中部的對著老師有大聲話 將專心的經過進行存電運動 這是為在七個月的雄南關懷古店 為了要跟共產社區中部在地上當中的歡迎 他們處理整個訓練經過的確定 希望可以提醒中部的開課 大家越來越老了 體力也越來越不好 所以發覺他們覺得他們在運動或什麼 在地上都缺少 所以最近為了要訓練他們的雞肉 肌肉 讓他們更有開來圓環 他們的失敵或是失靈的總共 所以加強他們訓練肌肉的課程 所以特別邀請老師來針對他們的運動的課程跟他們加強 讓他們的生活可以更舒適 當然可以帶給他們更健康 讓他們身體總共跟年輕人 這可以達成我們一百二十歲的願望 我們主要會帶一些熱身 然後主要還有一些肌力運動 然後主要會針對他們一些 比較抗勞化的一些動作然後去設計 對然後還有一些像是 比較特別的是有帶一些拳擊肌力的部分 那會讓長輩的反應 不管是反應敏捷 都會在他日常生活中會比較用不到的方式 然後去加以訓練 對打滾優勁到春天 老師有一行一行帶領中部的作為者 大家看過去都很認真在聽老師感慨 哪聽哪走可以看出中部的都非常專注 在學員也分享他們運動後的心態 普遍的像驚慌的都繼續進步 他們全國在驚慌都會找的 現在都腳踏的腳踏的腳踏 講話講話也會繼續留意 繼續講話 繼續正常 因為來這裡整天 大家都在一起 說聲話 大家都很愉快 像那關懷的9點 每天都有不同的客廳 給中部的藏物 透過多元的活動 除了是給中部的 在不同的客室當中 圓環是在失靈 也就是讓他們在社區中 讓最聯絡乾淨 才到出現健康的目的 既然什麼人去國庫藏不得 所以說得更好 declare